曹操为何骂下侯渊是白帝将军 对李关羽死后刘备的态度就清楚了 大家好我是鸡腿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四位特殊的名将 三国时期有四位特殊的名将 咱按阵王顺序先说下 第一位是炎梁 河北第一名将被关羽斩于万马军中 不但成全了关羽的威名 还解了白马之威 但炎梁阵王对关渡之战的影响很小 哪怕温酬也阵亡了 曹操照样被袁绍调打 第二位是陈于琼 千万别被三国演义骗了 正史中的陈于琼 是汉灵帝手下的西元八校尉之一 而这西元八校尉 是汉灵帝亲信和栽培对象 袁绍曹操也在其中 这一下是不是感觉到陈于琼的分量了 袁绍把命根子乌朝粮仓 交给陈于琼一点毛病没有 袁绍错就错在 当曹操亲自去乌朝节粮时 他没有钦统兵马进行反击 当时无论他是选择反节曹营 还是救援乌朝都不是问题 只要袁绍自己统兵前去 曹操基本上就凉了 可袁绍离谱就离谱在 还非要派张和去反节曹营 全人不理睬之前 张和是坚决反对此举 主张救援乌朝的 为啥张和没有反节了曹营 主将都不自信 还打个啥 曹操后来也犯过此类错误 于琴担心打不过关羽 可曹操却非派他去 结果被关羽水淹齐军 于琴投降 败得这叫彻底 不论怎样吧 正是因袁绍关键时刻的 这次昏招 导致了惨败官渡 连淳于琼也跟住倒霉 变成了三国演义里的 酒囊饭袋 第三位是夏侯渊 曹魏方面阵亡的最高级别将领 被皇忠斩杀于定军山 第四位是关羽 遭到曹魏 东吴全民心阵容的围攻 在内部反水情况下 兵败荆州被杀 显然最后两位之死最著名 夏侯渊死 汉中一手 关羽被杀 荆州丢失 也就是说 夏侯渊捆绑着汉中 关羽捆绑着荆州 而这两个地方 还是能左右三国格局变化的关键点 夏侯渊死 汉中一手 刘被全胜 曹操四处起烟冒火 大有被干凡的迹象 关羽被杀 荆州丢失 刘被摔落 曹魏渔翁得利 龙中队成了空谈 无论夏侯渊还是关羽 人虽战死了 后续事件依旧层出不穷 其中最让人莫名其妙的就是曹操 得知夏侯渊被斩后 张口就骂其为白帝将军 这四个字一出 等于一笔勾销了夏侯渊之前的所有赫赫战功 显然曹操有点反应过度了 他为何如此呢 想搞明白这个问题 只需对比下 跟夏侯渊同级的关羽战死荆州后 刘被的反应就清楚了 关羽死后刘被的反应 证实中关羽死后 并没有直接记载刘被有啥反应 必然是哭过 这点无疑问 当然 刘被更没有如曹操对夏侯渊那样 一句话全盘否认 在刘被活着时 蜀汉有票骑将军马超 有车骑将军张飞 但大将军却控缺制刘被死于白帝城 这已经间接反映出了刘被的态度 关羽哪怕死了 都是他的大将军 且还是唯一的 不过曹魏方面 却记载了刘被的反应 是刘叶的一句话 蜀虽狭弱 而被之谋予以威武自强 势必用重 以示其有余 且关羽与被 以为君臣 恩游父子 于此不能为兴君暴敌 于众使之分不足 这是刘叶分析 刘被会不会去找孙权掐架时所说的 意思就是说 蜀汉虽然弱小 但刘被却必须装作强悍 否则镇不住 关羽和刘被 名义上是君臣 却如骨肉家人一样 关羽死了 刘被若不能替关羽报仇 他的人设就会崩塌 队伍也就没法带了 从刘叶这句话中 可看出刘被最强烈的反应 关羽虽丢了荆州 但刘被却没有怨恨关羽 保留了大将军 并必须要为关羽报仇 从这个细节就能推测出 蜀汉内部应有人想否认关羽 且还势力不小 否则以刘被的强悍 他应在关羽死后 或称帝时追视关羽 只要追视了关羽 大将军就不会空权 同时还有一个间接证据是 后来刘被一灵兵败后 黄泉由于归西川之路 被无兵阻挡 不得已投降了草位 当时就有人提议 必须治罪黄泉家人 刘被否决 是我对不起黄泉 不是黄泉对不起我 治罪黄泉 其实就是想要给刘被谢责 刘被很爷们 要怪就怪我 跟别人无关 用此事反推关羽之死 不也是如此吗 出这么大的事 荆州全军覆没人的两亡 总要有人担责吧 而且只要有人担了责 后世之人还会指责 刘被和诸葛亮 为啥不救援吗 多说一句 其实这是 真不能怪刘被和诸葛亮 汉中之战刘被虽胜了 但西川也元气大伤 哪还有力量救援或支援关羽 曹操那方也是如此 若非汉中之战损失惨重 以曹魏那么大的家底 怎么可能被关羽的荆州偏使打得想迁都 所以关羽的相反之战 完全可是为汉中之战的延续 曹操为何要骂下侯渊 知道了关羽死后刘被的反应 再来看曹操 显然是如出一辙 为啥曹操不支援下侯渊 曹操是在公元218年9月 同兵来到长安城 哪料却趴窝在这里了 而夏侯渊则是被斩玉 公元219年的春季 也就是说曹操趴窝了最少半年 倘若他早些到达汉中 夏侯渊还会被斩吗 汉中还会丢吗 这是不是跟人们指责 刘被和诸葛亮 不就关羽一样 而且曹操不救援夏侯渊 更显得不正常 可为何却没有多少人 指责曹操呢 是不是有点理解 夏侯渊被斩后 曹操骂他是白帝将军的作用了 曹操的这句话等于直接定性 夏侯渊对汉中之败担全责 所以后人们就开始各种讥笑夏侯渊 曹操完美隐身 不过还是有个问题需解决 曹操为啥趴窝在长安那么长时间 莫非他不要汉中吗 才不是呢 曹操到达长安后 必然需要短期休整 哪料就在这时 即公元218年的10月 晚城的侯英叛乱了 还跟荆州的关羽取得了联系 曹人既要防范关羽 还要评判侯英之乱 忙得脚丫子朝天 这一下曹操还敢东忙 自然不敢了 一方是汉中 一方是晚城 都是要命的地方 长安则夹在中间 曹操就只能趴在长安瞪眼 看住 哪方危险支援哪方 侯英之乱 只是公元214年春正月 曹人图万城 斩侯英 才算平息 曹操刚长出一口气 汉中的夏侯渊就被黄中斩了 这种情况下 你若是曹操会不会被气疯 你个夏侯渊再熬一个月 我马上就过去了 但问题是夏侯渊不想熬吗 许多事就这么存 谁也没办法 此刻 汉中主将战死 大有崩盘局面 曹操必须要做出反应 汉中这地方可以丢 若汉中的曹军再因自己处理不好 都投降了刘备 那还玩啥 于是曹操就让夏侯渊 变成了白帝将军单权责 随后表彰张和 郭怀 杜喜等人 主将之死是他自找 跟你们无关 你们都是好样的 非但无罪反而有功 以此稳住汉中军心 然后就疯了一样赶至汉中 来对阵刘备 这其实才是曹操骂夏侯渊 是白帝将军的用意 刘备之所以不骂关羽 是因荆州那里啥都没了 若骂了 反而显得不厚道 曹操非要骂夏侯渊 是因汉中还有希望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和介绍给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